小小人生 哈囉 大家好 我是Kiki 哇不得了 上禮拜跟大家分享華登出場的劇情討論之後 得到熱烈回饒 一種的媒體 出演員採訪影片 尤其是劉萍的那一支 她說她看到劇本《兇手》是誰的時候特別震驚 所以有很多網友在猜 越不可能是兇手的人越有可能是兇手 包括Nakamusa、羅玲蓉的兒子子薇、江翰 甚至連警察都會有人懷疑 那如果你還沒有看過華登的劇情討論 或是想要了解這部劇的相關背景 歡迎到一個上角點開資訊卡補一下上禮拜的影片 那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本局的關鍵人物 AKA女主角楊錦華的真實人生故事 相信大家都有看到楊錦華在劇中的表現 但除了華登出場以及之前的一把親師娘之外 大家知道楊錦華其實非科班出身 卻入圍五次金鐘獎女主角獎的聽名嗎? 老樣子 在我開始分享之前啊 還是要麻煩大家先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直播錯更多精彩影片喔 在華登出場中 飾演媽媽桑的蘇慶儀 因為從小家境貧困 四處打工漂流 遇見好友羅宇農之後 兩人便相互扶持 一起經營著日式酒店光 蘇媽媽做人處事圓華 總是可以用智慧搞定難搞的客人 所以她也深得不少客人的喜愛 但檯面上總是顧全大局的蘇慶儀 不但傷害著自有喜歡的男人 私底下也和店裡的小姐們相處得很不愉快 究竟是誰殺了蘇慶儀 也是網絡上大家熱烈討論的話題 不過大家可別看楊錦華在劇中 用錢讓身心喬碎的哈娜離開的冷血模樣 現實中 劉平岩和楊錦華可是超級好麻吉喔 楊錦華1977年12月12號出生於台灣 沒錯 上片日的今天 也就是楊錦華44歲的生日 不過楊錦華的童年過得相當坎坷 因為出生於家暴家庭 10歲時父母就決定離婚 但媽媽為了照顧他和弟弟 便決定搬回家中繼續忍受潛伏的暴行 楊錦華還曾在週刊採訪時表示 她曾經被爸爸拿著菜刀追殺 一直到21歲時 因為反抗爸爸被毒打一頓 是她的弟弟拿著鐵條試圖保護姐姐和媽媽後 他們母子三人才決定離開家裡 不過楊錦華的出道經驗豐富 15歲就邊唸書邊接拍廣告 並在李文的MV It's a Party 以及劉德華的歌曲《孤星類》中展露頭角 在她18歲時 公司原本想安排楊錦華 與另一位女生組成女團出唱片 兩人前後雖然歷經了兩年的舞蹈與歌唱培訓 最後還是沒能成功發片 但楊錦華仍繼續留在螢光幕前發展 也正是開始她的演員之路 2001年 楊錦華以電視劇《貧窮貴公子》出道 拼在這之後開始橫掛大小螢幕之間 包括電視劇《我的秘密花園》 電影《愛情靈藥》等等 一直到2005年 因為接拍了電視劇《白色巨塔》 與對立人二度合作 在劇中飾演已婚一生的小三並未婚懷孕 敢愛改作的大膽個性 也讓她首度入圍金鐘獎戲劇節目《女配角獎》 2006年 楊錦華在電視劇《戀愛女王》中手持單綱女主角 幹練的OL形象也讓她在觀眾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不過楊錦華的演員之路並非一帆風順 2009年 她參加某個新劇試鏡時 當時配合的男主角沒來試鏡現場 導演並安排現場的工作人員與她對喜接吻 其實當時楊錦華在圈內已經小有知名度了 儘管當下的感受有些不舒服 但不服輸的她為了得到角色還是盡力爭取 可惜該劇最後還是沒有選擇楊錦華 好在同年 她便遇上了人生作品《白犬女王》 楊錦華飾演的職場女成人善無雙 因為被未婚夫宋宇浩在宣布婚訓前拋棄 並用工作來填補心中的缺憾 相隔六年後 尚無雙與她小八歲的盧卡斯相遇 宋宇浩又在同號會上意外出現 尚無雙的選擇也在當年刷新台劇的收視記錄 楊錦華也憑著這部劇一戰成名 除了首都入圍金鐘獎戲劇節目女主角獎外 《敗犬女王》還授權讓韓國泰國翻牌 自此之後 楊錦華接連演出的作品 大多與外型強勢的角色有關 雖然她在2014年以電視劇《女王的誕生》 再次以女主角的身份入圍金鐘獎 但是楊錦華的實力一直無法反映在收視率上 直到2015年 她在時代劇《一把親中》 演活了《師娘》秦倩怡這個角色 讓楊錦華的事業即《敗犬女王》之後 又再次登上高峰 楊錦華飾演的師娘 原本出生名望家族 但她為了愛情 不顧家人反對 嫁給偉辰 從此她也成了空軍村眷屬們的大家長 慕容卻剛強的師娘 總是以智慧帶領女人們繼續向前 但當她和丈夫逃到台灣之後 被強暴的遭遇和親手槍殺強暴犯的心境 也讓觀眾忍不住心疼師娘 我在看楊錦華過往採訪的時候 其實很佩服她對表演付出的努力和專業 因為大家都知道《一把親的師娘》並不好演 但是楊錦華非常在意角色的每個小細節 包括外省人要怎麼打麻將 師娘要怎麼走路怎麼說話 她都非常的在意 所以楊錦華在劇本上 我看影片大概這麼厚吧 就是每一頁都是密密麻麻的筆跡 每句台詞她都會深度解析角色的說話動機 為什麼要講這句話 台詞潛在目標障礙是什麼 她都會詳細記錄在劇本上 楊錦華甚至在採訪中表示 她其實會隨身攜帶一個鉛筆盒裡面都是滿滿的色筆 就是拿來做筆記有的 那她自己也花了半年的時間才成功走出角色的陰影 可惜的是 雖然當年楊錦華憑著一把親 有三度入圍金鐘獎戲劇節目女指教獎 並成為當界呼聲最高的入圍者 但最後金鐘獎仍然與她無緣 不過楊錦華在事後採訪中表示 金鐘獎後的幾天 她確實有點失落 但後來想想 沒得獎反倒是件好事 這樣她才能夠更認識自己 並深刻的反省到 在表演路上 我不可以忘記初衷 我不該為了得獎而演戲 而是因為喜歡表演才演戲 得獎只是一種鼓勵 一把親之後 楊錦華除了在表演上自我突破 參與了舞材劇的演出 嘗試不同的角色類型 但事業有成的她 心中依然覺得不太踏實 所以在朋友 牧師的提醒下 她開始思考自己與家人的關係 因為自從21歲的爸爸再次加幫媽媽後 她便與父親斷絕往來十幾年 為了填補心中的缺憾 楊錦華鼓起勇氣 主動與父親和好 一開始 她只敢在父親節傳簡訊 跟爸爸說了父親節快樂 結果爸爸卻在半個小時後回到 謝謝你 這是我一生中最開心的父親節 我其實很欣賞楊錦華的勇敢 就是她願意面對心底害怕的人事物 這件事情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我很喜歡她講的一段話 雖然修復關係需要的時間 但她至少願意踏出內部 告訴爸爸我願意 我相信楊錦華和爸爸和好的這段故事 在心境上的突破或多或少也幫助到她的表演方式 所以2019年她在電視劇《禁止森林》 飾演凡事追求真相的記者時 職場與感情生活的兩男 也讓觀眾看見楊錦華演技的多變性 這次她在《華丹珠》上飾演的蘇媽媽 又再次用演技震撼觀眾 將蘇慶怡一直以來壓抑的委屈、痛苦 全是零零盡致 特別是她在被江翰甩掉 學著自殺時 令人生無望 沒有靈魂的眼神 讓觀眾不由得同情蘇慶怡這個角色 不過大家不要看楊錦華近年來飾演的角色都比較沉重 私底下的她非常強 如果大家有看過劉品妍的YouTube官方頻道她前和四仙女 也就是夏雨喬、宋芸華、楊錦華跟劉品妍的旅遊影片 楊錦華因為在影片中毫無作用的傻大姐形象 讓粉絲笑稱她為廢物代表 劉品妍還在《華丹珠》上的某次採訪中表示 本來想到可以和錦華一起演戲很開心 但是楊錦華太入戲 連她們在化妝的時候都對她冷淡出力 和私底下是完全不同的人 但如果有興趣了解楊錦華的思想樣貌 真的強力推薦你們一定要去看四仙女的特別企劃 保證會看到不一樣的蘇媽媽 不過這種《華丹珠》上播出之後 好像有很多人因為看到楊錦華的老公偷看劇本的新聞之後 才意外得知楊錦華前幾年已經結婚了 而且女方在之前的採訪中也不斷提到 能夠遇到老公她真的非常幸運 因為對方一直很支持她的事業 但我也很替楊錦華開心 繼一把琴之後又再度因為新作品得到關注 那不曉得你們對楊錦華的真實人生故事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你喜歡她在《華丹珠》上的表現嗎?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別忘了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要追蹤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喔! 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 各位我今天這集很用心吧? 我是故意等到12月12號楊錦華生日的時候才上片 就想說趁她生日的時候 跟大家好好地介紹一下 這位我一直以來都蠻欣賞的演員 那我再次在留言區也有分享幾個 楊錦華私底下的小故事 所以有興趣了解朋友可能要在留言區多華幾下 因為智琳留言只能捨一個 開始有興趣了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